哈喽大家好,欢迎回到膝盖酱的快手厨房懒人系列 今天是青石早餐接力第二棒,香蕉鸡蛋饼 作为一个懒人,我们今天的目标和上期紫竹并一样 能三分钟内解决绝对不要拖到五分钟 我用了两个鸡蛋,一根香蕉 如果您吃碳水的话,还可以在家拌包燕麦 我最近在少碳水,所以就,嗯,没加 香蕉放在碗或盘子里面,所以聪明的不要学我 用叉子比汤匙好压多了 我喜欢有点滚肉的感觉,所以不要太烂 然后就可以加两个鸡蛋,搅拌搅拌 如果有燕麦的话,也在这一步里面加 不过记得加入燕麦以后,要静置一分钟哟 预热清湿机,如果没有清湿机 用布粘锅或者是平底锅也是可以的 接下来呢,就把混合物放入清湿机中 然后盖上,等到有点点冒烟,闻到香味就可以啦 我这个清湿机的话,大概是六分钟左右 好啦,香蕉鸡蛋饼完成 这个是我在不太勤快的夏天的最爱之一 毕竟暖暖肉糯还有香蕉的甜味在里头 同时又很健康,所以没有太多的负罪感 希望你有一款美好的一天,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啦 拜拜 拜拜 哦 我们下期再见